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茶和他推荐的三款葡萄酒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 这个公共政策研究院的陈康教授呢 来上过我们的节目 做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想法 很多朋友都说 什么时候请他再来说一次 我说可以有这个机会 二十大前二十大后都行 陈康今天在联合早报写了一篇文章 其实就是把我们那天对话的东西呢 他做了一个更有逻辑性的一个整理 但是他那观点呢 当时呢很多朋友不一定听得很清楚 所以我今天呢再把这个文章呢 一些要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陈康教授的写的文章叫 宏观经济的拔河比赛 很多不明就里的人 可能很容易被误导 认为只要取消市场化的改革 就能够减少腐败 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他说产生这个结果的真正原因 却是市场化的改革停滞 而放弃市场化改革 只会走共同贫穷的老路 这是学者之见 也是真知灼见 我们都知道今年 中国的经济形势比较严峻 第二季度同比增长率只有0.4% 除了不利的国际环境 内部也很多挑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企业会把中国今年的增长率 预测下调到3.3% 这跟5.5%那个目标相去甚远 当然我们也知道 预测分析宏观经济很困难 宏观经济形式的变化 可以用一场特殊的拔河比赛做比喻 这个深入浅出 比赛是牛队和熊队之间进行 双方没有固定数量的参赛人数 而且队员和观众都看不到比赛的实况 只能根据事后收集 公布的数据的了解情况 因为你忙 陈康认为对拔河比赛有三个特点 第一 两支参赛的队伍都有一些信念坚定的队员 对同样的信息会有不同的解读 比如 你听到央行八业会下调 主要政策利率的消息之后 牛队的队员就给出牛的解释 认为这个可能会提高信贷 刺激投资 鼓励购房 那么熊队会得出熊判断 认为央行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情况之下 调低利率 只能说明经济情况很糟 同时也不认为降低利息 会是饱受困扰的房地产市场 有所启示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特点 拔河比赛 拔河比赛还有很多观众 他们是观望 没有行动 但并不保持中立 受到他人行为的鼓舞 或者自己觉得有比较明确的判断 他们要签赛 下场子 第三个特点是 那些已经参加拔河的人 可以临时退赛 成为观众 也可以瞬间加入对方的警阵营 往反方向使劲 所以就要对信息的不同解读 观众的不行动和行动 参赛者的退出和倒戈 都对拔河比赛的结果产生影响 也就是说 没有一些定见 陈康教授 他也是研究宏观经济模型的 他说目前的宏观经济模型 并没有很好解决 如何对围观个体行为 和互动进行加种的问题 所以分析和预测能力 会大受限制 但还可抓住主要矛盾 对宏观经济走势 做一些粗略的判断 他很客气 这里面注意到一个 中国现在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是大幅的下降 是过去30年从来没有过 1990年开始 每个月发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这个指数在今年的四月的六月 平均值有87.5% 就87.5% 跟一月混到三月混的 118.4%的平均值减少了 减少了30.9% 从来没有过 消费者信心的下降原因 很大程度跟严格的防疫措施有关 从收入的情况看 那时候静态管理影响 没有把正常营运的员工企业 都收入大受影响 一旦企业倒闭 失业者的收入就没了 这些人会加入雄队 谨慎的消费 从就业情况看 失业和失业可能性上升 也会影响消费 企业冻结或缩减 遭受新员工的计划 很可能是他们找不到工作的主要原因 那么这些家庭的消费因素就会受到影响 这说明了受打击的消费者的信心 有些在疫情缓和 防疫措施放宽会恢复 但有些会形成永久的伤发 那这一点很重要 当消费者信心不足 就会看紧自己的银包 跟去年同期相比 今年1月到7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了0.2% 另外一个分析短期变化的数据 是影响投资者信心的商业景气指数 商业景气指数的全球金融危机时 08年又出现低谷 不过历史的最低点是在疫情开始爆发的 2020年的第一季度 指数当时下降88.2% 那么去年中开始指数又下降 2021年的第一季度的125.2% 下降到今年第一季度的112.7% 酒店业餐饮业最不景气 指数的同期滑落42.8% 当然我们可以看 商业景气的指数是短期指标 不一定能够反映投资者中长期的预期 那么有一个变化的趋势引人注目 中国固定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 2011年的23.8% 一直下降到2016年的8.1% 2019年5.4% 这个没办法 这个在疫情之前就这样 这个跟黄毅措施无关 也没有办法要中美关系紧张 缓全球化势力做到外部环境的解释 终的来看所有制风险上升 非正是融资渠道首限 房地产市场低迷 这是投资气氛中雄对战商务的情况 这里面有几点 第一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和整体固定资产投资 有同样的下降趋势 近年来占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的 60%的民间投资 所承受的所有制风险和监管风险明显上升 从反腐败运动 环保督察到金融去钢杆 反垄断 民营企业相对来都受到更强的 监管和更严厉的对待 首当其冲 所以政府提出要以竞争中性的原则 对待不同所有制的企业 领导人来开了好几个座谈会 挖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之自己人 信心喊话没有用 没有明显的改变 在近期防止资本无需扩张的监管风险 民营企业是首当其冲 所有制的风险上升 就使得民间投资增长率明显下降 第二 中国的改革 金融改革之后 造成严重的金融脱煤的现象 近年来对非正式农资渠道严厉监管 所得投农资的活动营缩 2017年的数据看 使用银行贷款紧占固定资产投资的 百分之十一点三 有百分之六十五点三的投资 依靠自筹资金 百分之十六点九依靠其他资金 在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两个黑箱 很多是属于非正常的 非正式的农资活动 比如说亲友企业内部职资 影子银行地下钱庄借贷 受到银行和资本市场歧视的民间投资 往往必须依赖这些非正式的农资渠道 但是这些农资活动 最近几年又受到严格的规拐 自筹资金来源受限 自筹资金的固定自筹投资增长率 以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增长率 有同样明显的下降趋势 说明什么 说明民间投资增长的反慢 跟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受到严格限制限制的密切有关 这是第二第三 在固定资产投资 往住宅投资所占比重超过20% 而去年银行设定了三条红线之后 开发商普遍资金紧张 近年其中出现了烂尾楼 购房者断供等等 但是呢 2012年就出现了住宅投资增长率 迅速下滑的现象 从2011年的30%下降到2013年的16.7% 2015年的-0.2% 结论是很显然 房价负担不起 人口老化 房屋空置率高企等长期因素在起作用 今年有一样 今年上半年 房地产投资下降5.4% 房屋的销售额下降28.9% 土地购买面积下降48.3% 陈康说 中国的市场化的改革 从产品和服务市场开始 对要素市场 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 一直非常谨慎 总的来看就是进一步退两步 尽管如此 至少金融市场化的大方向 还比较明确 即使是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资本市场的改革也还在进行 先后加快了信托保险 债券 民营银行业务的开放 人民币国际化 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取得一定的进展 但是全球金融危机 使一些人对市场经济失去了信心 开始推崇所谓的中国模式 也使得中国政府对目前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自信心 不断加强 现在原来四个自信 现在多了一个历史自信 五个了 金融市场化的意愿逐渐的减弱 所以在2015年的股灾之后 行政手段对金融活动的干预越来越频繁 金融体制改革怎么走 目标模式怎么样 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 金融业在自信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他这里面特别谈到了双轨制的恶果 80年代 80年代 所以的价格双轨制中国出现一批官岛爷利用权力以计划价格获取紧俏产品 转手以高价代市场牟利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8964就是要打官岛 官岛现象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现象 那么在取消双轨制放开产品市场后 官岛爷无力可图 失去了踪影 很庆幸当时的领导人在性色性质的辩论中没有动摇 坚决选择了走市场化道路 让中国告别的短缺的经济 但是由于改革之后 资金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交易长期存在双轨制 掌握权力的人可以低价获得这些资源 然后高价转手 这些活动当然不像倒卖产品那么明显 但是能获保利 巨额的租金 吸引了大量的权力寻租的活动 这是资深腐败制造收入不平等主要原因 近年来的腐败大案要案都跟金农业有关 而且往往涉及的是非常巨量的金额 很多人以为 只要你取消了市场化改革就能够减少腐败 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但是他说产生这些结果的真正原因 恰恰就是你的市场化的改革停了 一旦你实现了资金 市场化 取消双轨制 这些牟利的机会就会消失 你放弃了市场化的改革 只会走共同贫穷的道路 不是共同富裕 保持现状不仅会创造更多的腐败机会 使收入不平等继续扩大 还会使资金的使用越来越没有效力 使投资创新活动进入萎缩 所以有人认为 只要疫情过去 中国经济大一次的情况就会迅速改善 但说明我们讲了半天 情况没那么简单 执政党的2013年在18届三中全会提出来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这个话怎么理解 怎么落实 就是我们说拔河比赛的焦点 目前这个结果 恰恰综合了过去十年 大家对政府显示出偏好的反应 最后这句话 语重心长 稳经济 关键是稳疫区 稳信心 现在谁最没信心 中国老百姓最没有信心 民营企业家最没有信心 但是呢 执政党满怀喜业 迎接二十大 信心可是满满的 三隔一分钟 步步紧跟 哎呀 大家都在这里面 不能说到闹笑话 但是呢 荒唐至极的想法 也越来越多 跟经济一点关系 和一点作用都没有 老杨可以说 老杨能到处说 这边 should we mention 就是说 材料 指定的 优优优笘 先 es 优优优优 tox 算